一大早台北市長賈王安與台北市教育局長湯志明 就在南港東興國小校門口發紅包迎接小朋友 祝福小朋友新年快樂 學業進步 許多家長也開心地用手機記錄這難得的時刻 能夠見到賈市長還滿開心的 開學第一天對小朋友有什麼事情嗎 開學第一天 我孩子是六年級 那這是他的最後一個學期 得一個開學日 覺得能夠參與他的開學還滿幸福的 紅包袋裡面有兩件東西 一個是東興國小的徽章 另外一個是一張小紙條上面有燈米 所以孩子們在東興國小今天中午都可以到學校輔導室 來兌換獎品 有一個基典的制度 那孩子看到這個紙條也很開心 那我們也因應接下來元宵節 孩子可以多了解一些燈米 然後也可以跟家人互動 互彩燈米 新年主持人 同學好 上課中享 蔣萬安化身新同學 與東興國小學童分享寒假點滴 蔣萬安說寒假照顧三寶一打三變成三打一 讓他很崩潰 他也和孩子們打羽毛球並下廚做菜 為了讓我太太好好休息 我就一打三 一個人照顧三個小朋友 但是最後結果變成三打一 三個小朋友讓我很崩潰 所以後來趕快提早上工 另外我過年時候還有打羽毛球 會打羽毛球舉手 你們很厲害嗎 下次跟我一起打好不好 好厲害 我也沒有很厲害 你把你的書包放在這個襯上面 蔣萬安接著進行超級任務 和小朋友一起減輕書包重量 希望書包重量不要超過學童體重的八分之一 蔣萬表示 台北市三年編列12億元經費 將改造5400間教室設置物櫃 以增加學童置物空間 協助減輕書包重量 蔣萬也分享減輕書包重量的小秘方 我們都很希望孩子書包能夠越清越好 當然也不影響他的學習 我們先從學校開始 我們進行書包減重的規劃 所以也透過很多方式告訴孩子們 其實今天會用到書包放在抽屜櫃 不會用到就放在學校的事務櫃 就不需要每天把所有的課本 教材放到書包帶回家 又全部帶到學校 當然還有一些小朋友 比如說水壺不要裝滿水 到學校以後可以擠在裝水等等 我們希望透過各種方式 1.1批讓書包能夠減輕 同樣的我們的標準是希望 每個書包的重量不超過孩子體重的1% 那另外一方面 我們其實也規劃接下來三年的計畫 我們總共編列12億的經費 透過整個普通教室的改建 最重要的是教室後的置物櫃 三年然後我們會針對5400間的教室 而且讓老師跟孩子 共同參與整個置物櫃的設計 導入相關的美學 以及創意發想 那我們透過這樣的方式 讓每間教室的置物櫃 有足夠的空間讓孩子 把應該留在學校教室的教材書本 放在15倍 新北市日前發生 校園戈警案引發外界對校案的重視 對於新北市研議 在班級設置求救林 教案表示 將會參考其他縣市做法 並聆聽學校家長和學童的意見 仔細評估 當然也會參考其他縣市的做法 我們也會仔細地承認評估 是不是有這樣的一個需求 我們會持續地聆聽 包括學校、家長、孩子們 他們的看法和意見 我們會做一個忠誠的評估 再來做一個最重要的宣言 對於今年開學日 比開工日晚一天 延伸孩童照顧問題 教案也回應表示 未來會盡量協調 滿足各方需求 我們都是照相關的程序 就是當然如果說能夠同一天 是比較好 但這需要一些調整 那二方面我想 本來我們規劃的開學日 就是今天第一天 那 的確 我聽到一些家長 他們都認為 可能今天我要上班 孩子還在放退一趟 家 照顧相對不方便 未來我們會來協調看看 怎麼樣能夠滿足各方的需求 由於近期新冠肺炎與流感疫情有升高趨勢 小陽恩說已經特別提醒校方與老師 加強洗手等衛教宣導 也會持續推動流感疫苗施打工作 希望所有市民都能完成施打 提升身體保護力 主要新冠肺炎 健康國異節 憲憲 記者張綺藤 台北報導 加油 加油 快點 加油 加油 感谢观看